距离奥运会越来越近了 中国女排的13人大名单 也终于是曝光了 不过结果也是让很多人有些意外 毕竟有几个人的入选 并没有在预料之中 反倒是有一人的入选 让所有人都很意外 近日 中国女排的队员王毅竹 也是发布了一个字 那就是吴 同时 她的定位也是在天津 这也就意味着 她已经无缘女排的大名单 随着这最后一个人的离队 中国女排的13人大名单 也是曝光了 在最重要的接应位置 蔡斌这次也是留了后手 让郑一新担任龚翔宇的替补 虽然郑一新的能力 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特别是在总决赛上的表现 让很多人非常失望 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蔡斌依然是选择带上她 可如果没有伤病等其他意外的话 在奥运会上 郑一新是没有出场机会的 毕竟龚翔宇是铁人一个 几乎不会被换下 这样的情况下 蔡斌硬要带着郑一新 就让很多人不解 毕竟带着王于露 带着徐晓婷不是更好吗 为何非要带着一个拉拉队队员呢 蔡斌的做法 也是再次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而在皮卡的位置上 这次蔡斌并没有把机会留给倪飞凡 而是选择了庄宇山 看来是对王猛杰非常的有信心 毕竟在正式的比赛中 倪飞凡也没有太多的机会 而在总决赛的比赛中 倪飞凡的表现 也并不能让蔡斌和球迷满意 他的落选也在情理之中 庄宇山成为最大赢家 凭借着在总决赛上的出色发挥 他成功挤掉了王云露 拿到了这张皮卡 不知道最后能不能搭上末班车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已经赢得了蔡斌和教练组的信任 未来也是值得期待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剩下的时间虽然不多 但是球队也必须抓紧时间 进行最后的调整了 特别是在技战术的安排和体能储备上 做足充分的准备 毕竟奥运会几乎没有弱旅 每进一步都不是容易的事 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时间虽紧 但调整与准备却刻不容缓 无论是技战术的细化 还是体能的储备 都需要做到万无一失 毕竟奥运会无弱旅 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 随着其他参赛队伍 陆续公布自己的奥运阵容 中国女排也预计 将在下周正式宣布 最终的13人名单 这不仅是对队员们的激励 也是鞭策 因为这可能是许多老将的 最后一届奥运会 他们将全力以赴 以最佳状态 去争取最优异的成绩 为国家和自己 书写辉煌的篇章